或者多看一些正面的资讯 有些人好像以前在马来西亚那样 有些人真的是废的 因为听了DJ哥说 我滴起心肝走出第一步 Hello 大家好 DJ哥 近日在不同的媒体 在不同的讨论区 留言的地方 都有说到 香港人去到英国生活 很多人都患有抑鬱症 受不了 真的会搞不好 我今天又借着这个话题 又和大家聊聊天 又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抑鬱症 抑鬱症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自己 就会觉得 当一个人去到 没有得选择的地步 的时间 或者已经完全是不可以 在自己的能力 的控制范围之内 去做到自己想 擁有的事情的时间 慢慢慢慢开始 他那个思考的能力 他那个做人的方向 他那个人的感受 他那个人的感受 就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慢慢慢慢 就会形成一个 一个心理状态 觉得自己 很不行啊 很差啊 很失败啊 和这个世界 已经脱离了 可能真的会有些 香港人来到英国 真的会很 不习惯到这里的生活 就是 这里的天气 被香港冷啊 跟着这里 饮食 又已经的方法 是不同了 就是 以前 举个例子 以前我们在香港 晚上肚饿啊 想吃点东西 又不想煮啊 那就下街买 但是来到英国 这里就可能 不会有这支歌仔唱的了 可能你真的要自己做 自己煮 跟着 那个朋友 朋友又没有了 某些地区 很多香港人都来了 其实都有的 我们都有三 三几个香港的 在香港已经認識的朋友 都来了英国 但是这个地方很大 你不可以三时一刻 哎 这个星期五要吃饭 不行的 有些朋友要来我们这里 或者他们那里 要駕駛 一个钟头车 三个钟头车 或者六个钟头车 九个钟头车 都有的 就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那么就变成了 朋友又 就是难 难 难见到的 你看到的机会少了 那么 你知道的啦 香港人真是爱而闹的嘛 一个礼拜 起码有两 两三晚 出去吃饭 去娱乐 去活动 去慶祝啊 可能年轻的 需要结交朋友 未结婚的 需要结交异性 或者 正在做事的 需要再结交多些朋友 在商场里面 继续向上拍 就是出外靠朋友嘛 那种种这些 跟人交往的 模式不同了 那你说 跟本地人交往 很多朋友 都说 融入啦 融入这个社会 那不是那么容易融入的 也都不可能 全部百分之百融入的 就是 我们香港人 来到英国 是不可能百分之百 融入这个社会的 始终大家的文化不同 就是 你怎么融入呢 怎么百分之百融入呢 就是我想让你 喝来吃 你每天吃 空间 每天吃 吃 fork汤 吃吃捷车 吃ік 这时候 不是一个人 那我不需要那样做 那就不需要 融入 就是要跟着 人地的 工作方法 是 없습니다 不需要的 那除了 朋友 ieux 认为 可能生活上的金錢上的財政 也是一個很難過的難關 香港人可能在香港賺的錢 譬如一些專業人士 教師 醫生 教練 不同的行業人士 已經在香港的社會攀爬了這麼久 競爭了這麼久 競爭了十幾二十年 在香港工作 始終有些水平在那裡 突然來到英國一下子 本身有這麼好水平的工作能力 摘清能力 突然來到這裏一跌就要重新來過 你多有水平都好 但你來到這裏都是重新來過的 英文你又不夠人家好 這裏的工作模式 生活模式是怎樣的 你又要重新摸索 做事的方法都很不同 然後來到馬上 賺了五萬 來到這裏賺了兩萬 又是一下子又跌了下去 都不是太大問題的 在這裏英國花錢 賺少了就花少了 但是賺少了 其實你那個時間多了 在這裏做工 上班 價錢又多 價錢又短 自己的生活就會多了 這裏也是一個香港很多人會不習慣的 因為很多人在香港上班 就是朝九晚六 接著下班 還要坐幾小時 車回家 其實沒有什麼時間的 一個星期回六天 有些回五天半 有自己個人空間的時間很少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人就會不知道 那些時間怎樣用 坐在家又會很悶 幸好現在都有一些世界杯看看 如果不就真的更悶了 電視是沒有什麼看的 現在唯有上網看Youtube 幸好現在又有Youtube 否則真是悶死人 真是 不知道做什麼好的 即是沒有辦法 如果要選擇去嘗試一個新的生活 就要去努力努力去面對 那 怎樣去尋求出路呢 令自己不要抑鬱呢 我會覺得 如果已經解決了基本生活 第一件事一定要解決基本生活 如果連基本生活都解決不了 即是你做份工都不夠交租 不夠開支的 那是很艱難很痛苦的 那但是呢 這個情況呢 在英國可以發生 在香港同樣都可以發生 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發生的 只不過來到這個陌生的地方 就要重新想辦法 怎樣去賺足夠的錢 令到自己的家庭夠生活 這個是一定要先解決 那你說如果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 都還是覺得都有點抑鬱了 因為經常在家裡悶悶不樂 冬天又早天黑 那我自己個人就會覺得去做運動 我自己身為一個運動人 在幾十年裏面都是一個運動人 做運動 做運動是很幫助一個人的心情去開朗一些 還有一些健康一些的生活 那在這裏怎麼做運動呢 冬冰冰 看看人家怎麼做 就是一看出街 最冷的日子 都有人走出去跑步 都有人走去行山 還有人下水 你信不信 人家做得到 我們就做得到的 差在做運動最難的一個點 就是怎樣去走出第一步 或者怎樣去靠自己 靠自己去每天去累積累積回來 就是由一個完全沒有做過運動的人走來求教我 哎呀教練我真的不行 完全沒有做過運動 我怎麼可能跑到10K啊 怎麼可能跑到一個半馬拉松或者馬拉松 那我給你的信息就是 你不去做你永遠都做不到 你能夠踏出第一步 是一定有機會做得到 是不會做不到的 就是別人做得到你就做得到 那差在怎樣去 有些鼓勵給自己 有些目標給自己 有些目標給自己 比如去參加一些比賽啊 那現在英國的馬拉松 那些全部都有開放了 可能有些參加 最初參加短一點的 半馬 10K那些 看看有沒有小型一點的比賽 玩一下先 那另外一種方法呢 就是 一大班人一起 或者有一班人是固定了的 我們逢星期日都有去行山 或者逢星期六有去踩單車 那試一下在一起 就是去一些 已經 喜歡做運動的人 跟他們一起去做運動 令到自己的心情放鬆些 比如說 初初 現在冬天 有些朋友都可能怕冷的 真的很不習慣 出街做運動的 去一些健身室做 這裡有很多的健身室 又不貴的 去游泳 游泳 游泳暖到不得了 在英國游泳 去室內泳池 一定比在香港的 冬天的室內泳池 多多聲啊 真的 完全沒有這個冷的感覺 去室內泳池游 或者看多一些正面一點的資訊 就是現在這個世界 科技發達 資訊 泛藍 就是 有些人 好像以前在馬來西亞 那樣 有些人真的是廢的 住在那個 檳城小島那裏 天天在放負能量 人家說什麼 又說不好 人家說什麼又說廢 就是你看得多那些廢人的頻道 你自己會慢慢慢慢 久而久之會墮進去 他那裏 信了他的 他說所有事 真是廢的事 是真的 就是他天天在那裏說 天天在那裏說 就是 墮進了他那個世界裏面 跟著 你越負 再看這麼負的人的東西 你就變成一個負的人 就是永不翻新 永不超新的 所以呢 去找一些正面一點的 正面一點的資訊來看 有得選擇的了 不是沒得選擇的 現在這個世界呢 所有的資訊可以選擇來看 只要你喜歡看一些 正面一點的 還是 負面一點的東西 你不停看負面一點的東西 死眼的 真是沒得救的 快點跳出來這個框框 找回一些正面一點的東西來看 行不行 好像看我的影片那樣 有時候拍一下 沒有什麼聊的 走山 拍一下水 拍一下山 說一下兩句 輕輕鬆鬆 吃個點心 一個影片出來 但是呢 我自己 就覺得 這些類型的影片呢 是可以令人舒服的 簡簡單單 不要想那麼多 有些事情呢 是我們 不是我們能力範圍裡面 去管得到 去做得到 去改變得到的 但是我們唯一一樣東西 可以改變得到 就是我們自己 如果連自己都不肯去改變的呢 這個世界呢 永遠都是欠了你的 永遠都是欠了我們自己的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改變自己呢 令到自己那個心情 舒暢一點 所有東西容易接受一點 那你那個人呢 就會健康一點 跟著呢 命長一點 跟著命長了之後 有一件事最重要的就是 身體要健康一點 還有開心快樂一點 如果你好像某些 有些人這樣 他長命是沒有用的 那個那個心靈呢 是很脆弱啊 很不健康啊 那樣樣東西見到都不喜歡 覺得是錯的 覺得不開心的呢 那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呢 希望 我的影片又可以 跟大家舒緩一下 有時廢廢的 有時無無聊聊 有時聊聊天 有時吹一下水 有時講一下不同的事情 不同的話題 那又可以過了十幾分鐘 那這十幾分鐘之後呢 就得起心肝了 我得起心肝的了 我答應大家 我拆了這個石膏之後呢 我就開始出去跑步做運動的了 我不管天有幾凍都好 一個星期最少有三天 那大家就看著了 看著我又可以遵守這個承諾了 這個也是一個好方法的 自己打開鏡頭 對著他講 或者在Facebook你的IG那裏 那裏出一個post 跟大家講 我下星期一開始要做運動 每星期要做多少次 因為聽了DJ哥講 我滴起心肝走出第一步 行不行 做到第一步 然後慢慢慢慢做下去 然後呢 就不會有這麼抑鬱 不會有這麼難過的日子 逐樣逐樣的事情去解決了它 OK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